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存货的管理 那么存货的管理 首先我们看一下存货的成本 存货的成本包含哪些呢 有取得成本 那么取得成本里面有这种订货成本 还有我们接下来提到的购置成本 还有紧接着储存成本 当然还有缺货成本 一共有三大类 那么我们第四节存货管理这部分的内容 首先要求大家明白 针对一些具体这些概念 要能够看到 那么也就是针对这些具体的概念 我们要能够明白 那么你为了取得存货 发生哪些相应的成本 或者跟存货有关的成本 包括哪些 哪些是存货相关的成本 哪些是非相关的成本 那么我们要仅仅针对 变动的成本的部分内容 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么先看订货成本 订货成本指的就是 取得订单的成本 那么包含订货的变动成本 和订货的固定成本 这个订货的变动成本 要求大家看一下 那么订货的变动成本 指的就是 与订货的次数 那么成正比的关系 你订货的次数越多 你跟订货 有关的订单的成本就越大 比如说 你每订一次货 你都要发一个快递出去 走一个物流 那这种情况下 每订一次货 订货成本 比如说是100块 你订了10次 那就1000块 所以说 这个订货的变动成本 跟这个订货次数 是成正比关系的 每次发生额相等 为存货 这个经济 决策 这种相关的成本 比如说拆旅费 油资 等等 这都是订货的变动成本 你订货的次数越多 这些订货的变动成本就越大 当然 每一次订货 这个变动成本 它是 首先前提是不变的 比如说我订一次货 我就发生100块钱的 邮费 或者差旅费 那么我订10次就以前 我订50 那就500 每一次的发生额 都是相等的 你订货的次数越多 会导致订货的总的变动成本 就越大 所以那么你看 订货变动成本 是等于 每次订货的成本 每次订货的变动成本 再乘以 批次 什么叫批次呢 指的就我订了几次 每次订货的变动成本 批次等于怎么算 这个大家关注一下 存货的年需要量 除以每次的进货量 比如说 我全年需要2000件 我每次进货了 进了200件 那么我要进10次 也就全年需要量 存货的全年需要量 这个会告诉你的 然后每次进货量 进多少 那么每次进货量 这个进多少 这个Q 是吧 那么全年需要量 就是D 是吧 那么D除以Q 就是你总共订货了 多少次数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了 这就是这个 这四组均用N来代替 是吧 也就是说 D是全年需要量 每次订货量是Q 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关键在于哪里 这一章 所至于到这个存货管理 这一节的内容 就关键在于把这个Q 最佳经济订货批量 我到底进多少 存货的数量 是比较合适的 要把这个看出来 是吧 所以那么这个Q出来了 那么你对应的 这个每一年 你订了多少次 那就出来了 每次订货 那么比如说需要100块 每次订货的变动成100 100的成员 那么这里面14 跟这个订货 有关的变动成本 就1000块 然后订货的固定成本 首先你要关注 它是跟订货 有关的固定成本 订货有关的固定成本 我们是不随着 这个订货的次数增加而增加的 它是固定成本 它是我们讲的 存货经济决策 批量决策的 这个无关的这个成本的 要把大家看到 是这个存货经济决策批量的 无关成本 比如说我们常设的 采购机构的这个基本的开支 对吧 那么采购机构的这个 基本的开支 比如说 采购人员 基本的工作 采购机构的这个水电费 这个电脑的折旧 这种就是采购机构的 基本的开支的费用 这是跟订货 这种次数 无关的这个成本 所以订货的固定成本 那么在我们这个 最佳经济订货批量 这个内容当中 我们只考虑 跟这个存货的成本 相关的这个成本 这个无关的成本 是不考虑的 所以这个订货的变动成本 接下来也不用考虑了 对吧 你一年订2000件 你每一次订200 还是每一次订20 跟这个订货变动成本 跟它都没有关系 好 那么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购置成本 购置成本指的就是 你买这些存货 对吧 比如说我全年需要是2000 对吧 然后每买一件 需要存货是5块钱 那就是等于是1万块 对吧 这就是1万 这个全年需要量低 那么乘以单价是优 那么好了 我买这些存货 总的成本就出来了 对吧 我全年买这2000件 总共这个花的金额 就1万块钱 那么但是接下来 要告诉你了 如果我们假设 这个存货的单价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 任何时间点 这个存货单价 都是不变的 你1月1号去买 跟10月1号去买 跟12月1号去买 这个存货的单价都不变 对吧 那么在存货单价 一定的情况下 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购置成本 就跟这个金颈 批量角色 就它是无关的了 对吧 也就是你这次买200件 还是买20件 反正你全年 都需要买2000件吧 你买的次数越多 你每一次买这个 这个存货的量就越少 你买的这个 这个次数 那么越少 你每次买的这个量就越多 比如说每次 每次买1000件 那我全年只需要买两次 对吧 那么还是2000 2000乘以5还是1万 对吧 你每次买100件 那么你要全年买20次 24那么乘100 还是2000 2000乘以5还是1万 所以那意味着 在这个存货单价 全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跟存货有关的 购置成本 就是无关成本了 反正全年都得需要买这么多件存货 存货的单价都不变 任何时间点买 你买多少次 是吧 都不影响这个存货总的价值的 所以 他就跟这个存货 是无 存货能买多少 是多少数量 就是无关的成本了 那么第二个 储存成本 储存成本 那么我们要看到 为了保持存货 那么发生的这个成本 为了保持这个存货 而发生的这个成本 那么大家要看到 这里面提到了啊 存货的这个储存的这个啊 变动成本 那么储存的变动成本 和储存的固定成本 储存的变动成本 那么也是我们需要大家 那么进行考虑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买的量越多 是吧 你买100件 跟买1000件 你得放在仓库里吧 那放100件 跟放1000件 放在仓库里的储存成本 肯定是那个1000件的储存成本 更高吧 是吧 那么比如那个存货 要买保险呀 那么存货占用资金的 印记利息呀 那么存货的破损呀 以及存货可能发生这个 变质呀 变质的损失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贬值 也行的 对吧 就是你变质或者贬值 那么都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你存货放在仓库里了 那么这个存货 有可能发生 煤烂呀 变质呀 破损呀 导致这个存货进耳 发生这个贬值呀 等等 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跟这个储存存货 有关的变动成本 你储存的量越多 你发生这些相应的储存成本 就越大 这个买的这个存货的量越少 储存的量越少 你跟他有关的储存的变动成本 就越小 对吧 所以说这个存货的 储存变动成本 是跟存货的这个数量 是成正比例关系的 对吧 是成正比例关系 那么 为这个存货经济 批量 绝瑟的这种相关的成本 对吧 比如说存货 占用资金的印记利息 对吧 这里面提到 存货的保险 费用破损 变质不用等等 那么变动的储存 这个怎么算呢 单位变动储存 我们后面有个 这个字母叫做KC来代替的 对吧 乘以平均库存量 平均库存量 就是平均的话 我起初买过来 是买了Q这么多 期末用完了变成0 所以2分之Q加0 那么就等于 这个2分之Q吗 那么实际就是 2分之Q乘以KC 那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里面提到的 对吧 变动储存成本总的进了 就是KC 那么乘以2分之Q 对吧 那么再往下 那么这个 跟这个储存的固定成本有关的 储存的这个固定成本 要求大家看一下 那么 这指的就是与存货的数量 就是平均库存量 无关的 那么为存货经济 批量角色 无关的成本 比如说仓库的折旧 仓库的折旧 仓库职工的固定的月平均工资 这这些这些都属于固定的这个成本 比如说仓库保管员 仓库里有一件存 一件存货 这个保管员每个工资2000块 仓库里1万件存货 这个仓库保管员基本工资还是2000块 对吧 那包括那个那种那种仓库 你放一件 更放1万件 每个月提的这就都是1万块钱 对吧 所以那个固定成本 跟你储存多少存货 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那个储存有关的固定成本 就不需要考虑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 储存的这个变动成本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要求大家 那么看到这一点 那么你看这个平均库存量的这个确定 我们这里面提到 以经济订货量基本模型 这个为例的 那么你看 也就是说 我在临时点 我存货一次到货的情况下 我买来最大的库存Q 我用着用着 慢慢就减少了吧 好了用完了 存货又一次到货 又到了Q这么多 所以你看 我的平均库存不就是2分之Q吗 实际就是2分之Q加0 七出是Q 期末是0 2分之Q加0 那么就是2分之Q吗 对吧 那你出来了吗 所以这里我们讲的 平均库存量还这么确定的 对吧 好了 那么下来我们再 接着往下看这个 存货有关的这个缺货成本 缺货成本呢 是因为你存货的 供应的中断 而造成的成本的 对吧 我存货供应中断了 造成这个损失 比如说包括哪些呢 停工损失 仓库里存货不够 导致我存货 那么发生了停工了 还有拖欠存货的损失 丧失销售机会的损失 也就是如果你仓库里存货够了 那个客户呢 我就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了 结果仓库里存货不够 导致这个客户白白流失了 还有商誉 对吧 你之前说好的给我供货的 那么到交货的时候了 变卦了 对吧 这不行了 对吧 你这个企业信誉就有问题了 以及紧急额外购入的成本等等 但是在我们这个最佳 经济订货批量这里面 我们一般是不假设有存货的缺货成本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有关的订货变动成本 和储存的变动成本就可以了 订货的固定成本和储存的固定成本 是跟你买多少存货的量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是无关的成本 是不需要考虑的 好 那么下来我们看 2018年这道单选题 下来各项当中 属于存货固定储存成本的 那么是哪些 注意啊 选择地看清楚 属于存货固定储存成本的 那么A 存货资金的应计利息 那么B 存货的破损以及变质的损失 C是仓库的折旧 以及D 是存货的保险费用 它叫存货的固定储存成本 仓货的折旧 是的 对吧 那么我们19年同样可以换一种考法 他说你下来各项当中属于存货 那么 这种固定的订货成本有哪些的 那么你就要选 采购机构 尝试那些 尝试的采购机构那些固定的开支 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C以外 这个仓库折旧属于我们讲的 存货的固定储存成本以外 那么其他的A 这个B和D 那么就属于跟存货有关的储存的 这个变动成本了 好 那么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经济 定货批量分析 这部分内容呢 是大家关注到的重点 对吧 如果出现这个计算题 那么就在这部分内容出题的 我们看这个经济批量的分析 那么批量指的就是每次购买的 这个数量或者生产量 对吧 以及批次之间在这个边境权衡的 也就是说 首先我是假定 全年需要量这个D 是既定的 那么你这个Q 是吧 D是既定不变的情况下 你的QQ越大 那么最终我这个批次N就越小 是吧 反过来 如果说你买的这个Q越小 是吧 所以说最终导致这个N就越大 是吧 也就是说 我全年需要量D 我是假日大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好了 你买的这个数量越多 我买的这个次数越少 买的次数越少 跟这个订货有关的变动成本就越小 对吧 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数量之 那么好了 每次买的数量越少 你要买的次数比较多 买的次数比较多 那跟订货有关的这个变动成本就比较大 所以批次是买多少次 批量关键在于买多少量 对吧 那么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拿全年需要量 处于存货的这个 那么每买一次的量 就得出来他买多少次数了 好 那么下来看经济订货批量的基本模型 这一个假日条件 这个假日条件呢 我们倒认为有可能出现这个多选题的 对吧 因为我们这种题呢 这种考试呢 相对难度不大 比较简单 针对我们教材讲的一些内容呢 可以直接出现文字型的选择题的 还是要求大家简单去看一看 对吧 他可以问你 下面哪些属于经济订货批量 基本模型当中的假日条件 或者说问你哪些不属于 单选多选都可以考的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能够及时补充存货 即存货可以顺时补充 那么什么意思 我的存货是一次到货的 我缺多少存货 买来一次你就入库了 第二个 那么能够集中到货 不是陆续入库的 那么第三个 不允许缺货 那么即没有缺货成本 所以在这里面看 没有缺货成本 我们前面分析存货的成本时候 那个缺货成本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然后全年需要量 这是稳定的 并且能够预测 那个D是告诉你一致条件的 存货单价不变 那个U对吧 是不变的 正是因为存货单价不变 所以才会 那么那个存货的有关的 取得成本才不用考虑 它是无关成本 如果单价是变的 那肯定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们这种假设呢 是有一些 为我们后面那个分析 作为铺垫的 否则没有这些假设 我们后面是无从谈起的 那么第六个 企业现金充足 不会因为现金短缺 影响进货 这一点就更多意味着 那么我不杀钱 那么我要买这个存货 我这个有钱去买 第七点 所需存货市场供应充足 不会因为买不到 影响这个企业的 这个相应的这个运营等等 也就第七点讲的就是 你有钱也能够买着这个存货 那么第六点讲的是 你缺存货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得有钱 那么好 这是也假设条件 那么下来看 经济订货批量这个确定 相关成本包括哪些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跟订货有关的固定成本 跟储存有关的固定成本 以及那个取得成本 以及我们讲的缺货成本 都是不考虑的 他都是我们讲的 这个无关成本 在最佳经济订货批量的 这个基本模型当中 没有假设缺货成本的 那个又假设单价是不变的 所以你全店 那个需要人又既定的 你什么时候买 全店都花这么多钱 所以他就是无关成本 所以这个时候哪些是相关的呢 我只需要考虑 变动的订货成本 以及变动的储存成本 就可以了 变动的订货成本 使着变动订货成本 和这个变动储存 两者之和 最小的这个成本 那么就我们讲的相关的成本 那怎么算的呢 好了我们看一下 这个每次变动的订货成本 那么我们用那个字母K来代替 我们教材是用这个字母来代替的 对吧 这部分涉及到一些字母呢 那么如果你记起来 记文字记不住 那你记字母更好一点 对吧 那么这个存货全店需要量D 除以这个批量 就是Q 这说明你全年买了这么多次 没买一次 需要花那个订货的变动成本 那么多钱 然后那么再加上 单位变动储存成本 我们用这个KC 也就是K和KC 你记不住怎么办 因为KC带有这个C C就是储存的那个储 汉字的这个拼音的首字母 KC就是储存 这个变动成本 然后再乘以 那么R分之Q 是吧 那么就出来了 那么这就我们讲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到后面会给大家提到 那么有一种简化的算法 它是等于等于 根号下 那么RKD 是吧 乘以KC的 所以最终的 跟这个最佳经济订货批量下 有关的存货的总的成本 就这个公式 是吧 所以你把这个记住了 这个字母KD KC分别代表什么 题目当中对号入座 那么代替你算就解决了 是吧 这属于相对比较简单的计算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最佳经济订货批量是怎样呢 使得变动的储存成本 和变动的订货成本之和 达到最小的时候 就是两者相等的这个 还订货批量 是吧 你看 这个Q 横桌表表明是Q 重的表是TCQ TCQ表明是 我在这个最佳经济订货批量下 我这个相关的这个总的成本是多少 那么这个储存成本呢 随着你这个 买这个经济订货批量 这个数量的增加 而增加的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应该是我们讲的2分之Q 那么 乘以KC的 是吧 你这个Q越大 最终这个总的储存 这个变动成本不就越大吗 是吧 然后那个订货成本 订货成本 那么大家注意了 订货成本 那么它是等于K乘以D 除以Q的 你这个Q越大 这个就越小 这个越小 总的就越小 对吧 所以那么这是推导出来的 对吧 也就是这个订货成本指的是订货的变动成本 当你Q越大 我买的次数越少 那么每次的订货的变动成本是既定的情况下 我承认那个次数 总的这个订货的变动成本总额是越小的 所以它两个是斜着往下来 对吧 你看这两个当中一定有个焦点 在这一章 我们这种类型的图 至少出现三次了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储存成本 和这个订货成本 两者当中有个焦点 有个焦点 这一点所对应的Q 我们用Q信号 对吧 来代替 那么这个Q呢 就这么讲的 最佳经济订货批量 就是你买这么多的数量的时候 使得你全年有关的这个 跟这个订货有关的这个总的成本是最小的 你看这个相关总成本 这也是最低点的状态 对吧 这个经济订货批量 我们用这个字母来代替 根号像 RKD 那么除以KC 那个K呢 是跟你每一次订货 有关的这个订货的变动成本 那个D表明全年需要量 就英文单词 那个这个D的 手字母就表明需要 对吧 单位变动储存 这本用KC 这就记住了 那么你看D记住了 KC记住了 那个K 就是我们讲的这里面提到的 订货的 每一次的订货的变动成本 那么三个字母不都记住了吗 所以这一张 那么就这几个字母 后面还有 那么一减P分之D 那个P和D代表什么 那个记住了 就解决了 好 那么通过这个三个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你看 这个K有信号 最佳经济定货批量 等于根号里面 那么RKD 那么除以KC 注意啊 这是开二次根号 对吧 没有什么三次了 就是开二次根号 对吧 开根号 然后呢 这个K和D K和D越大 那么你这个这里面提到 算出来这个结果肯定越大 那个KC KC越大 这个我们这里面提到这个 K有信号 就最佳经济定货批量越小嘛 所以你看 跟它存正相关关系 这是D 这是K K和D越大 能够导出来 这个经济定货批量 我定的这个 每一次定货的数量就越大 那么这个KC越大 最终这个结果就越小 对吧 所以那这边是成反向关系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看到 好 那么你把这个 最佳经济定货批量 这个Q信号算出来了 那么我每年定多少次数 那不就出来了吗 最佳定货的次数 等于D 除以这个Q Q信号 我全年就定这么多次 对吧 那么然后第四个 最佳定货的周期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全年定了12次 我每定一次不就是一个月吗 对吧 所以最佳定货周期 是360天 除以这个定货次数N 对吧 那么就出来了 第五个 那么最优的 存货的总成本 最优的存货总成本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使它两者之间有焦点 那个Q 就明显最佳定货批量 那个Q 那个Q呢 那么也就是使得变动储存成本 加上变动定货成本之和 最小的 那个那一点 就是Q 就是最佳定货批量 然后呢 同样变动储存成本 加变动定货批量 两者之和也是最小的 是吧 所以我们用这个 字母代替呢 就是这里面提到了 是等于根号里面 RKD 然后乘以KC 是吧 那么D是全年需要量 一次定货成本 用那个K来代替 单位变动储存本是KC 那代替算不就出来了 也就是一个是除的 一个是成的 是吧 那么好了 最优的 这个存货总成本 是根号里面 RKD乘以KC 那么经济定货批量 占用的资金 是吧 这是R分之Q 占用的资金 R分之Q 然后再乘以U 是单价 那么占用的资金 出来了 好 那么针对这部内容 我们看教材 6-7 这边一个立体 某公司 那么每年消耗 某种材料 是1600千克 那1600是那个D 把这些字母解决了 我们带进去算 那么这个就出来了 该材料 单位的成本是15块 这就是U 那么单位的储存成本 就是那个KC 是吧 然后一次定货成本是50 这个K 带进去算 是吧 经济定货批量 根号下RKD乘以 RKD除以KC 是吧 然后这带进去算 就是经济定货批量 是200千克 既然算出来是200千克 你全年需要1600千克 要买多少次 买8次 这个就出来了 然后最优的存货总成本 根号里面RKD乘以KC 那么你就带进去算 对吧 这是800块钱 然后最佳经济定货周期 你全年要买8次 每买一次不就花了45天吗 那么360除以8 每买一次花了45天 然后经济定货量占用的资金 那么R分之Q 那么这个Q算是200了 R分之Q 然后再乘以U 那么占用资金是1500块 对吧 为什么这个经济定货 占用资金这么来 R分之Q乘以U呢 我们前面不是给大家画了这样的图吗 对吧 所以说 那么既然画了这样的图 也是 基础是Q7 莫是0 对吧 这个期间占用是R分之Q 那么 这是平均的这个 占用量 然后再乘以这个单价 就是你占用这个资金的金额吧 好 那么下面一道单选题 对吧 是我们18年制造题目 这道题也相对比较简单 某企业每年 消耗化工材料是5000平均 这就是那个D 该材料 单位成本是25 这就是U 单位储存成本 那么是5块 那么这是KC 你只要看到储存 就是带那个C的 一次订货成本是125 就那个K 则该材料的经济订货品 带进去算 对吧 根号里面 RKD 那么除以KC 对吧 带进去算 那个就相当于 那么它等于 根号里面 二乘以权点需要量 那么呢 是5000 对吧 你看一下是5000 然后那个K呢 一次 一次订货成本 那么是125 然后再除以 那么KC KC是多少呢 题目当中告诉我们 那么是5块 那是5块 然后再开根号 结果就出来了 对吧 大家自己学 算一下 对吧 根号里面 RKD除以KC 再进去算之后 是500千克 这个题目正义的 还是A选项 那么直接就是套公式的过程 根号下RKD除以KC 这是我们讲的 那个最佳经济订货品量 Q的计算 跟那个最佳经济订货品量 这个Q有关的相关的总成本 是根号里面RKD乘以KC 对吧 那么就解决了 你要把那个K代表的E D代表的E KC代表的E 都能够明白 好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再订货点 与这个保险储备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再订货点 它的概念 首先大家要明白 这个再订货点 不是我们 这个 什么时间点 向这个供应商发出订货的需求 R是指 我仓库里还有多少件产品的时候 我就要向供应商发出订货需求 这个再订货点指的是 仓库里有多少件产品的库存的数量 那么因为 那么你比如说 那么你仓库里有50件 50件呢 供你5天的使用的 是吧 5乘以10 每天消耗10件 是吧 我们供应商呢 他把那个货 从他这个仓库运到我仓库 路上需要5天 是吧 我仓库里有50件的时候 正好供我5天的使用量的 所以说正好我用完了 5天以后 他一次已经到货了 是吧 所以这个再订货点指的就是 我仓库里还有多少件 这个存货的数量 那么我就要向我的供应商发出订货需求了 所以你看看他这个概念 在提前订货的情况下 企业再次发出订单时的存货的库存量 那么在不考虑保险储备的情况下 相当于交货期内的存货的需要量 那么再订货点是 每日的需要量 是吧 平均每日需要量 然后乘以平均的交货的时间 是吧 那么你要看到平均每日需要量 我们用这个小地来代替 是吧 然后平均交货时间 这个L 是吧 那么 那么大家简单看一看这个内容 用字母来讲不是太重要 也就是再订货点 只要你明白 我仓库里还有多少件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向我的供应商发出订货的需要 需要了 因为他在路上要耗费 耗费一段时间 那么要就看到订货提前期 与再订货点 那么对经济订货量 订货的批次 这种订货的间隔时间 都没有影响的 因为他的计算 跟那个根号像RKDKC 没有关系 是吧 我们这里面是字母 小D和那个平均交货时间 L 我们那个算的时候呢 跟那个最佳经济订货 平均里面的根号里面 RKD除1KC 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经济订货量确定 每次应当购买的 存货的这个数量是多少 订货提前期 以及再订货点 像的什么 再订货点 那么确定的是 应当购买存货的这个时机 我何时去购买 提前多少长时间 去向他发订单 对吧 所以他两个 两个研究的是 不是同样的问题 好 那么存货的保险储备 什么叫保险储备呢 我们设置保险储备的目的是干什么 我们前面讲了 最佳经济订货批量下 是不允许你有 这个缺货的情况 但是呢 我们这里也假设 对吧 我设置保险储备的目的 就是为了防止我出现缺货的 这里是假设有可能 有缺货的情况 所以保险储备就是 为了防止我出现缺货 导致我这个订单丧失呀 客户流失呀 对我性欲的影响 等等这些情况都有影响 怎么办呢 所以说 我仓库里要设置一些保险储备 在我设置保险储备的情况下 那么我的再订货点 肯定是要比 没有设置保险储备的情况下 再订货点 那么数量是要高的 那么 应该保险储备的含义 如果平均的交货时间 那么和每日的需要量 存在较大的这个不确定性 为了避免缺货 需要加大再订货点 那么我设置保险储备的目的 就是为了防止我仓库里 存货不够使用的 对吧 再订货点增加的部分 那么就是保险储备量 考虑保险储备量 情况下再订货点 这是平均每日需要量D 然后乘以 平均交货时间L 那么再加上这个 这个保险储备量这个B 你储备了多少件存货的数量 你储备这个保险储备量的目的 就是为了防止 有些突发的情况 临时的情况 导致我这个存货不够用的 好 那么第二个 最优保险储备量 我们的最优保险储备量 就是要在 缺货成本和保险储备成本之后 那么达到最小值 那么这也还是一样 分译的时候还是一样 它俩是此起彼伏的关系 我设置的这个 存货的保险储备量越大 我出现缺货成本这种概率 就基本没有 对吧 但是反过来说 你那个保险储备量越大 那么跟这个保险储备有关的 保险储备的成本 不就越大了吗 一个高另外就低 一个低另外就高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我不设置保险储备量 那么我的保险储备成本就没有 甚至是零 那么我的缺货成本 这时候就高了 所以说要在两点之间进行权衡 所以说我们整个财务管理呢 研究的问题就是选择或者抉择 如果刚刚方案摆在你面前 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 或者说没有方案的时候 你自己选择 那么自己去计算 哪种情况是比较适度的 比较合适的 那么缺货成本呢 那么单位缺货成本 然后乘以一次订货 期望的缺货量 那就是说我每缺货一件 那么给我带来的缺货成本是多少 那么一次订货 那么一次订货 你订的那些货 恰恰跟你那个期望的这个量 之间会存在差 那就是缺货的数量 比如说你订了100件 那么实际上 你可能要需要120件 你就缺货了20件吧 缺货这20件 每一件给我带来的缺货成本 比如说两块 那就相当于缺了40块钱吧 再乘以你一年订了多少次货 是吧 那么这就算出来 整个全年缺货的成本就出来了 那么一次订货的 期望的缺货量呢 还是根据历史历史经验 估计各种可能的缺货量的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 要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的 是吧 也就是说 我只有一百件 那么我 比如说我需要110件的情况下 我是0.3的概率 那么就是 我有一百件 我需要110件 那情况下 我会缺10件吧 缺10件 10件乘以0.3 就对应的是三件 对吧 各种概率的情况 加权平均去计算 就是求期望值的过程 那么下面的立体 我们会有它的计算 第二个 保险储备的成本 保险储备总的成本呢 那保险储备量 那么乘以单位 变动的储存 这就是那个KC吗 对吧 保险储备量就是B 对吧 这种情况你会发现 对吧 我的保险储备量 那么就是数量 我仓库里留送了保险储备量 那么每一件 这个单位产品 那么它会有变动的储存成本 两个一成 就是我设置了保险储备量 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保险储备成本是不少 那么使得这两个成本之合 最小的时候 那个所对应的保险储备的量 就是我们讲的最划算的 最合适的 对吧 所以保险储备量要从0开始 对吧 计算 如果不设置保险储备 保险储备量就0 按照 交货期内 各种可能的需求量的 递增幅度 那么递增 直到不会面临缺货为止 好 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讲的 这部分内容 那么教材有个6-10 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 假定 某存货的年需要量 是3600件 存货年需要量 是3600件 平均 每日需要量 是10件 年需要量 就那个地 告诉你 每日需要量 是10件 每日需要 就那个小地 每天要 耗费时间 全年正好是3600件 对吧 就出来了 然后单位储存变动成本 就那个KC 是2块 单位缺货成本 那么是4块 告诉你我缺货一件 给我带来的缺货的成本 是4块钱 对吧 然后呢 每年的订货是12次 那么是N 每年订了12次 然后平均交货时间 是10天 这是L 是吧 然后交货期内的存货 需求量 积极概率 分布如下 我们看一下 那么需求量 因为你要交货期 要花10天 每一天的需求量 是低 是吧 好了 那么需求量 需求70 80 90 100 110 120和130 你会发现 从70到130 这是我 那么从下限70 到上限130 那么我的概率呢 你把它加在一起 从0.01 是吧 一直加到 这个部分内容 这个部分内容 那么加在一起 一定是概率是等于1的 你看 0.5 是100件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 0.2 加在一起 0.9了 那么正好两头 还有0.05 正好是等于1的 也就是说 我需要量 我是从70到130件 那么这是逃不脱 我这个范围的 正好概率加在一起 是等于1的 那么下来 那么他要求你计算 合理的保险储备 和再订货点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 告诉你 是吧 那么每一天 需要量是10件 每一天需要量是10件 那么平均交货期 就是10天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仓库里 至少要保留100件吧 你不保留100件 肯定都不能够满足 我正常的需要的使用 你就更别谈 设置保险储备的问题了 那么如果你看 只有70件 只有70件 只能够我用多少天的 只能够我用7天的 你平均每天还需要10件的 那么我7天就用完了 你路上交货 还花了10天的时间 那3天 我不是空档期 那么肯定是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 我至少要有100件 这种情况 那么你有 从110到130 这个三种情况 才是可能会导致 我缺货的情况 所以我设置保险储备 分别设置 不设保险储备 零件 设了保险储备10件 设了保险储备20件 跟设保险储备30件 就是零 10 20 30 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下来具体的 我们看一下 保险储备量 是等于零的时候 不是保险储备 我再订货点是100件 因为每天消耗 这个10件 我平均交货期还有10天 所以再订货点是100件 我仓库里有100件的时候 我就得向我的供应商 发出订货的需求了 因为它的路上 还要消耗10天的时间 所以 则你看 需求量 小于等100件的时候 都不会怕人缺货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70 80 90 100 那都不会发生缺货 都不会发生缺货 那就没有什么缺货的成本 那么 可能导致我缺货的情况 就下面这几种情况 这是第一种情况 110 120 130 好了 你110 120 130 这种情况 好了 我减掉我的再订货点100件 我缺了10件 缺了20件 缺了30件 那么他们的概率 听话当中都告诉你了 用我缺10件的概率是0.2 缺20件的概率是0.04 缺30件的概率是0.01 进行加减平均计算求期望值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是 这是加减平均计算求期望值的过程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 我不设置保险储备 我仓库里正好是100件的情况下 那么 这三种情况 我都考虑以后 我总共大概是 去算出来就期望值的过程 我到底缺了多少件 缺了3.1件 3.1件 那么每一件的缺货成本 题目告诉我们是4块 然后呢 这是12 那么12是我们全年 那么一共订了有12次 对吧 那么题目当中告诉我们 那么这里面你看一下 全年订货资助是12次 对吧 用每一个单位的缺货成本 乘以 那么一次订货 所导致给你带来这个缺货的量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 你就缺了3.1件 乘以4 然后再乘以12次 那么你 缺货成本是148.8 你没有设置保险储备 这种情况就完全 全都是缺货成本 因为 保险储备成本是零 为什么保险储备成本是零呢 因为你没有设置保险储备 那么就意味着 我没有相应的 保险储备的量存在仓库里 就没有保险储备成本吧 好了 那么两个加在一起 那么 缺货成本 加这个保险储备成本是148.8 是我的总成本 那么再看 如果我设置了保险储备 我设置了10件的保险储备的时候 也就是这时候怎样呢 我的再定我点什么 多少件呢 是100亿日件 我原来本身是100件 我设置了10件的保险储备 那么这时候我是110件 我110件的时候 我得向我的供给商发出订货的需求了 所以说 你需求量在110件以内 我都不会发生缺货的 所以需求量 小于等于110件 都不会发生缺货的 只有 你需要120件和需要130件的时候 才会引起我这个 企业缺货的 对吧 好了 那么各种缺货的这种概率 那么以及他这种缺货量 那么这张表我们看一下 你这种需要120件 跟需要130件 这种情况才会引起我缺货 因为我的再定货点设置了110 对吧 那么好了 你需要120件 我缺10件 缺10件的概率是0.04 需要130件 那么我缺20件 缺20件的概率是0.01 这种情况下 加取平均计算 就是求期望值的过程 好了 一次定货期望的缺货量 那么算出来 加取平均计货是0.6件 也就是当我设置了110件 作为我的再定货点的时候 我有设置了10件的保险处别量 那么你缺10件和缺20件 才会导致我有缺货成本的 那么把他们的概率考虑进去 加取平均计算 所以这种情况 我的缺货成本 就是单位的这个 缺货成本是4块 我的缺货量是0.6 然后乘以全年定了12次 所以这是等于28.8 对吧 应该这种情况下 比我前面那个148.8 小了很多 对吧 但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我设置了10件的保险储备 每一件的保险储备的 这个单位储存成本 题目当中告诉我们是2块 所以拿10乘以2块是20 20块 总的成本是多少呢 总的成本28.8 是我的缺货成本 我这种设置了10件的时候 只有那122跟130 才是会导致我缺货的吗 所以这是28.8 再加上保险储备的成本 20 所以48.8 这个48.8 比刚才那个148.8 小了很多 对吧 这种情况肯定是 比刚才那种情况也好的 再往下看 那么 如果我设置了20件的保险储备量 我原来本身的再订货点 没设置保险储备 不是100件吗 对吧 我每天需要10件 交货期还得有10天 100件 我又设置了20件保险储备量 所以这是120件 对吧 这120件 引起我缺货的可能性 那就一种情况了 就那个 你需要130件那种情况 你需要130件 那你的再订货点 那么是120件 你只缺了10件 缺10件的概率 就是0.01 那么就是需求量 在120件以内 都不会导致你缺货的 让我引起我缺货 就一种情况 你需要130件 我缺了10件 却10件的概率是0.01 那么这种情况 你缺的这个 一次订货的期望的缺货量 那算是缺货的键数 那么就是0.1件 0.1件 那么好了 乘以单位的缺货成本 0.4 再全年12次 我这个缺货成本 那么就是4.8元 4.8 然后保险储备成本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设置了20件的保险储备 20件的保险储备 每一件的这个 单位的储存成本是2块 所以保险储备成本就是40 那么好了 我把缺货成本 我把缺货成本再加上保险储备成本 两者之合加在一起 就是44.8 总的成本就是44.8 对吧 你会发现这种情况 我设置20件的保险储备量的时候 我比刚才那种设置10件保险储备量 总的成本还要小一些 那这种情况又比刚才那种情况还要更好 对吧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讲了 对吧 我们财款很多东西都在做决策 做抉择 实际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个成本属于害 对吧 我会选择最低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 最重是44.8 对吧 那么好了 如果你设置30件的保险储备量 这种情况不可能导致缺货了 我原来的再盯火点是100件 那么我又设置30件的保险储备量 那么就130 我130件 好了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缺货成本 我的缺货成本就是0吗 是吧 如果你要算 那么好了 0乘以任何的这个对应的数据 那都是0 是吧 最终还是0 我缺货成本是0 那么保险储备的成本是多少呢 保险储备 那么无应我设置了30件的保险储备量 每一件的变动储备成本是2块 所以那么保险储备的成本就是60 好了 两者加在一起 0加60等于60 你会发现 当我设置30件的保险储备量的 这种情况下 没有刚才设置20件保险储备量 那种情况下的总的成本要小吧 所以那么好了 你会发现哪种情况最好 那么结论就出来了 我不设置保险储备 保险储备量是0 那么设置10件保险储备 跟设置20件保险储备 设置30件保险储备 那么就四种情况 是吧 那么 四种情况当中 第三种情况 当我设置了20件的保险储备量的时候 当保险储备量是20件 全年缺货成本与保险储备成本之和 就达到最小了 也就是我设置保险储备量 会导致保险储备的成本增加 同时 那么我的缺货成本就会降低 所以它两者是此效 必然有关系 使得两者的缺货成本 加上保险储备成本 那么之和总的成本最小的 那个保险储备量 就是我最佳的方态 那么因此我应当确定 保险储备量是20件 再订货点就是120件 120件怎么来的 10乘以10是100 然后再讲20 设置保险储备量得了是120件 这个题就解决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设置保险储备量的 这种情况的再订货点 针对我们出现这种 不定样选择 这个综合体概率是非常低的 只要你明白 那个题目当中 可以考这个单选 或者是多选 更多是一种单选题 让你计算 我设置保险储备量 情况下再订货点 考察那个概念是多少 这种大家能够解决就可以了 好 那么第三个 我们看一下存货的 陆续供应和使用 这个内容讲什么 那么我们刚才在提到 存货的这个 基本模型当中提到了 我的存货是一次性到货的 对吧 不存在啊 我需要三百件的 最佳经济定货批量 你今天给我送五十 明天送五十 后天又送五十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接下来讲的 就这种情况就存在了 是吧 你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 那么我最佳经济定货批量 是三百件 你今天送五十 明天送五十 我要送六天 但是呢 他边送你边用 是吧 这种情况就这么讲的 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 那么这种情况也等同于 我企业是自制这个存货 这种情况的 如果是我企业外购这个存货 等同于我 这个前面讲的 最佳经济定货批量的 基本模型 对吧 如果是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 等同于我这个企业 自制这个存货 对吧 也就是题目当中 可以变换一下 那么我这个企业是自制这个存货 还是外购这个存货 让你去选择的时候 让你做这个计算 做抉择的时候 那你要算 我外购那种情况下 就等同于是最佳经济 定货批量的基本模型 用那个根号下RKD除1KC 然后根号下RKD除1KC解决 那么接下来 如果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 等同于存货是自制 为什么存货是 等同于存货自制 能因为你自制这个存货 你自己生产 你不可能一天就把这个存货 全部都生产完了 你肯定是边生产 边入库 你边领用 这种状态的 这就等同于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 所以说 那么这种情况要看到 它的基本原理 在陆续供应和使用的情况下 存货不是入库时候 一次性达到最大的库存量的 而从 那么入库开始 库存量慢慢的增加 直到送货期结束 你的库存量达到最大的一种水平的 因此 陆续供应和使用的条件下的 最大的库存量 和平均的库存量 是不同于基本模型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例题 那么 带着大家引入一下 这里面的具体的内容 假设 企业生产某种存货 计划每批生产是1000件 预计每天生产50件 每天生产50件 那么每天又领用20件 现在问题就是 你要生产这1000件结束 你得花多少天 你得花20天 对吧 所以说 那么就是等同于 这个每批的生产1000件 你就可以等同于 那我们讲的Q信号 对吧 最佳经济定国批量 这种情况 每天 这个生产50件 相当于每天人家给你送的这个件数 对吧 每天送了你50件 送货送了50件 你每天用了这个20件 这个送货这个建设能为那个小P来代替 这个领天领用呢 就是20件就那个 这个小的这个D来代替 所以送货期 或者是每批生产的这个天数 对吧 那1000除以每天的送货量 你需要20天 20天我才能把这1000件 生产完毕 对吧 但是你想一下 那么 你在20天生产过程当中 你也你也在每天在使用这个存货呀 对吧 每一天你领用了20件 消耗了20件 所以20件生产完毕中 已经被你消耗掉了400件了 那么20天结束你的存货当中 还有600件 600件 每一天 那么 这种又使用了这个这个20件 那么接着又会往下 循环往复了 对吧 那么你看一下 在存货的全部耗用期的周期是50天 对吧 因为50天 为什么耗用期是50天 因为每一天领用了20件 相当于每天耗用20件 那么1000件呢 相当于一次买了这个1000件 或者是自己生产的1000件 供你使用这个50天的 那么前1到20天当中 这前20天之内 每天你边生产边耗用 对吧 那么每天的存货的库存量增加 对吧 每天的送货量是50 每天耗用量是20 那么 好了 对应着 每一天你库存增加30件 那么到了第20天了 送货期买了 那么库存达到最大值是600件 1600件就是30乘以20 好了 那么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 这边这个公式呢 大家简单看看 对吧 每批送完时的最高库存量 送货期 是吧 送货期要送了多少天 然后乘以送货期内 每天的库存量增加 这送货期不就相当于20天吗 20天乘以每天库存的增加 那么就是600件吧 是吧 好了 那么你看 它是等于 我们看后面这个最终的结果 批量乘以 那么1减 每日耗用量 然后除以每日的送货量 那么这个P量 就是我们那个Q 对吧 然后乘以 那么每日耗用量 我们用那个 这个P分之D 那么来代替 对吧 然后每日耗用量 除以这个每日 每日送货量 就是 那么D除以P 每日耗用量 就英文这么小D来代替 每日送货量是P来代替 所以平均的库存量呢 是2分之Q 乘以1减 那么P分之D 那么所以说 那么这是前20天 我们先再看 后30天 21到50天 送货期满到耗用期满了 由于该P存货已经生产完毕了 生产完毕就紧接着 我就不再生产了 对吧 然后呢 这P用完 我再生产 等这个P什么时候用完呢 你下来每一天还会再继续 使用20件的 供你使用多少天 供你使用30天 对吧 600除以20 供你使用30天 从第21天 到第50天 这正好是30天 对吧 所以把剩下的600件 包吁完了 就开始下一批的生产了 那么所以你看这里面 我们模型的构建 这里面看似有非常复杂的公式 我们这种文字呢 要给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部分内容 建议大家还是以 那么字母来代替和记忆 那我们看一下 相关总成本 每次订货成本 那么就那个K 乘以 那么年需要量D 乘以Q 对吧 然后再加上 R分之Q R分之Q 然后再乘以后面是关键 对吧 那么把这个单位变动处定 放到前面去 对吧 我们把这个放到前面来 对吧 R分之Q 那么乘以KC 如果到这里 对吧 如果到这里的话 这个代字母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最佳经济定卧批量 那么前面讲的那个 基本模型 对吧 但是这里面多了什么 多了一个 一减 批分之D 那个每天的耗用量是小D 每天送货量是P 代替的 所以那么后面你再乘以 一减批分之D 那么一个结论和规律就是 要把这个后面这个部分 你记清楚了 我们的KC 和一减批分之D 当你存货是陆续供应和使用 这种情况下 或者我这个企业自制的情况下 他们两者是 心意不理的 把这个掌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KC和一减批分之D 你存在我也在 你不在我也不在 这个仅仅适用于我们讲的 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 也就等同于这个存货 其实企业自制的 是吧 这一点大家看到 那么下面这里面呢 最优经济批量 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还是等于 最优经济批量 等于更号更号里面 RKD 除以KC 是吧 我们说了 KC和一减批分之D 你在我在 你不在我也不在 那我们就是 一直到老的这种状态 是吧 KC乘以一减批分之D 就解决了 好 就把它放在这里面 所以这部分文字的内容呢 那么大家就可以啊 就是简化来处理了 是吧 所以说针对这个字母 你把那个字母 前面给你重点解释了 K代表什么 D代表什么 KC代表什么 这里面又多了P和D两个 P是每天的送货量 也可以等同于每天的生产量 是吧 D是每天的 小D就跟那个大D 实际都是一个意思嘛 就英文单词 那个Demang的那个意思嘛 那么大D表明全年需要量 小D是每天需要量 那么就出来了嘛 KC和一减批分之D 他们是心意不理的 你代公式 即你算 就出来了 然后最优这个总成本 那么还是一样的 最优总成本 我们怎么算呢 那么是根号里面 RKD 然后乘以KC 然后再把那个一减批分之D 他们还是心意不理的 是吧 这个考虑进去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说要求大家把这个部分内容 对吧 所以说根号里面RKD 乘以KC 然后再 再乘以 那么一减批分之D 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最有总成本 你看这个 R 这是全年需要量D 一次定货成本是K 单位变动储存成本是KC 然后 这个里面呢 是乘以一减 是吧 括号里面就乘以一减 批分之D 解决了吗 是吧 所以你 你只要把握住一个规律 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 等同于我这个企业自制 当题目当中告诉你 这个存货是陆续供应和使用 从哪里能够看出来 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的 文字表达一定会有 每天送了多少件 每天换用多少件的 因为那个P和小D 一定是能够知道的 P代表每天的这个 送货量 或者你这个企业 每天的生产入股量 那么每天那个耗用呢 小D呢 听门当中一定会出现的 那么好了 这种情况下 我的最优的总之们 就是根号里面 RKD乘以KC KC跟那个一减批分之D 又是形影不离的 你到哪 我到哪 是吧 那么经济批量的占用的资金 这就是我们讲的R分之K 在原来那种情况 就R分之K 是吧 然后乘以那个单价 乘以U就结束了 最佳经济定位批量的基本东西 就是R分之K乘以U嘛 当然这个Q呢 是最佳经济定位批量 那个Q 对吧 然后这时候你要看到啊 那么我这时候多了什么 我这个多了啊 这里面你要 还要再乘以 对吧 乘以 乘以1减批分之D 就可以了 对吧 也就是这个时候 因为 我的存货的这个 占用这个批量 那么是R分之Q 那么因为后面 那个1减批分之D 也就我们前面那个题 不是600吗 实际我600 我600是我 那么你送完了以后啊 2这个 这个你20天送完了 这个 1000件以后 我这个仓库里头最大值 但是呢 随着我慢慢 又边使用这个状态 导致我从我价值变少了 所以说R分之Q 然后乘以U 又多了一个乘以1减批分之D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所以这个规律呢 也许大家你明白 对吧 公式当中 我们这边提到的 单位变动储存 这本就KC 或者那个批量 对吧 就那个刚才讲的R分之Q 不是提到那个R分之Q吗 这个 最佳经济定我批量 他占有那个资金是多少 R分之Q 对吧 你后面要 多了一个乘以 1减 批分之D 就可以了啊 把这个内容记住了 也就是KC 通常跟这个 是行影不离的 如果你一种特殊情况 你要算 我存货边送和边使用 或者我自制状态下 我这个存货 那么我占用资金的 这个 这个 是多少金额的话 对吧 那么好了 我要乘以这个R分之Q 那么才会 跟这个批量后面 结合的 对吧 你再乘以单价U 然后再乘以1减 批分之D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这种规律 对吧 也就是这个内容呢 相对阿爷 还是比较好记的 因为他就在前面呢 最佳经济定货批量的 基本模型当中 那个KC后面 补充了一个 1减批分之D 你在分子 我就在分子 你在分母 我就在分母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反正我就跟在你屁股后面 对吧 那就解决了嘛 那么一个透露情况 算那个这个 最佳经济定货批量 占用的资金的时候 那么在那个R分之Q后面 乘以1减批分之D 然后你再乘以那个单价U 就可以了 好 那么针对刚才这个部分内容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一道立体 某零件 全年需要量 就是那个D 是3600件 每日送货量 是30件 送货量就那个 这个P 对吧 然后每天的耗用量 这个那个小D 是那个10件 单价是10块 是那个U 一次订货成本 那么是24块 这些那个K 对吧 也叫生产的准备的成本 单位储存变动成本是2块 所以那个KC 再进去算 最优经济定货批量 就最佳经济定货批量 根号一下 这就是前面的部分 根号里面RKD 除以KC 然后这个分母当中这个R 分母当中这个R 是我们这里面提到这个 KC 两块 是吧 然后再乘以1减P分子D 所以你看 你再分母 我就再分母 我乘以1减P分子D 所以算出来 最佳经济定货批量是360千 最佳的总成本 你看你在 你在这里面的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也跟在你后面 反正你到哪 我到哪 是吧 你是再分子 我就再分子 你再分母 我就再分母 我是跟你 这个形影不理的 就可以了 那么就记住 就是在那个KC后面 乘以1减P分子D 那么其他全部都解决了 对吧 所以这前面内容 跟都是一样的 RKD 对吧 然后乘以KC 然后再乘以1减P分子D 所以算出来是480 好 那么如果再让你算 那么我这个 最佳经济定货平常 占用的资金呢 R分子K 那么那个KC 我刚才已经算出来 是360件了 对吧 然后乘以U 对吧 但是你还要 这个里面 要跟它结合 对吧 再乘以1减P分子D 因为就是30分子10 对吧 这就追随在那个KC后面了 对吧 这种特殊情况 你要看到 那个U呢 听不当中是 那个单价是10块 这就变成 这就变成10块了 那么你要去算一下 具体的这个 这种存货 边送边用 这种情况下 占用的这个资金 是多少 对吧 好 那么下来我们看 这个6-9这个立体 某生产企业 使用A零件 可以外购 也可以自制 看到 如果是外购 我们刚才讲的 等同于是 一次到货的 最佳经济订货提量的 基本模型 对吧 如果是自制 等同我们讲的是 边送边用 这种状态 那么如果外购 单价是4块 这是U 一次订货成本是10块 这是那个K 如果自制 单位成本是3块 这就自制情况 的单位什么 这是自制那个油 每次生产的 那么准备成本 是600 生产准备成本600 这就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K 然后 每日的产量 是50件 这是P 零件的全年需求量 为3600件 这是那个大的D 储存的变动成本 为零件价值的20% 这一点大家注意了 也就是这句话表明 储存的变动成本 是零件价值的20% 如果你外购情况下 那么外购就是 4乘以20%了 如果是自制 这是外购情况下的 这个KC KC怎么算呢 是两种情况 外购 如果是自制的情况下 外购4块钱 这个零件价值 乘以20% 因为外购的时候 单价要多嘛 你自制的时候 肯定是要便宜一些嘛 否则就不会选择自制了 那你要就 从外面买就好了嘛 自制的情况下 那么我的储存成本 就是3块 乘以20%了 所以他这个储存变动成本 在这里面 有个细节 要求大家看到 每日 平均的需求量 是10件 这里那个小D 小D是10块 要求分别计算 零件是外购 和自制的总成本 你选择教育的话 他让你计算是 零部件 外购和自制的总成本的 外购的情况下 那你代理你算 对吧 总成本就是RKD 乘以KC 这是外购的情况 那么这是就解决了 是吧 然后这是外购的 那么如果是自制的 看到啊 自制的情况下 我那个根号里面RKD 然后乘以KC 后面还要乘以1减P分之D 那么大家这个代理你算 就解决了 那么这个题目当中 D告诉我们是3600件 那个K呢 在那个外购的情况下 是10块 那么如果是自制的情况 每次生产准备成本 那么就是600 那么这就变成600了 那么1减P分之D都有的 KC呢 刚才已经在这里算出来了 好 那么具体我们看一下 自制的方案 自制方案 那么 生产的这个成本 那么是3600件 全面需要3600件 然后那么再乘以这个三块 就是10800 那么你自制的情况 那么我的总成本 对应着那么是10800 这是我要生产的 生产3600件 然后与经济 生产P呢 就是有关的这个队友总成本 那么代理你算 根号里面RKD 这是KC 这是0.6 那么3乘以0.2 然后这是1440 这是1440 再加上我自己生产 我的每件是三块 那么就是10800 再加1440是12240 这是我自制的方案 那么如果是外购呢 外购你要从外面买 你就会要花4块钱每件 3600乘以4块钱 是14400 那么跟这个经济订货批量 相关的最有种 总成本 那么代理你算 根号里面 这是D 这是K 这是KC 所以是240块钱 那么外购方案的总成本 14400 再加240 是14640 那么答案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 到底是自制还是外购 我自制的总成本 是12240 外购的总成本 是14640 显然应该选择自制 因为自制的总成本最低 在这种情况 那么要求你看到 我自制的时候 我每件的这个单位的成本 只有是3块了 外购的时候呢 那个单位的成本是4块 也就是如果这个题目呢 那么好了 他把这个题目稍微再变一下 如果说我外购的时候 跟自制的时候 我的单位 这个成本都是4块 那么那个因素就不用考虑了 3600乘以4 那么都是相同的 外购是3600乘以4 自制也是3600乘以4 那就不用考虑了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去比较 那么最佳经济订货批量的 就相关的总成本 代仅算RKD乘以KC 是吧 以及最优生产批量的相关的这个 总成本就是根号里面 RKD乘以KC 再乘以一减批分的地 是吧 那么也就这个题目呢 他就有个关键点就在于 你自制的情况下 单价是低的是3块 外购的情况下 单价是4块 所以这个也会影响你 这个相关的这个 存货全年需要3600年的总成本的 所以这种情况要单独 也要考虑进去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个题目呢 通过计算 显然是自制的方案 那么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自制方案的总成本 只有12,240 低于外购的总成本是14,640 那么这种情况应该选择自制为止 好 那么这个题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